加来第三我们看一下 全球价值链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 那么在全球价值链当中 发展中国家怎么去发展呢 怎么去升级呢 首先你要知道 企业升级有这样四种类型 企业升级类型是什么 一个是对生产技术 关键词 生产技术的改进 生产组织的管理效率来提升 好了也就是说 在生产环节 做的这些提升叫工艺升级 比如说我的生产技术又提升了 我的生产线又更换了 这都是工艺升级 第二个是什么 产品 产品升级 你看通过改进产品的设计 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来实现的升级 那叫做产品的升级 是吧 产品的升级 好了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讲的产品升级是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油车变成电车 这就是一个产品升级 你看比亚迪为什么在这些年股票涨得好 因为它是产品升级了 它通过改进产品设计 从油车改成了电车 提高产品竞争力 你们知道吗 前面讲过 比亚迪的新轿轿车现在怎么样 流 我告诉你 相当不错 好了然后呢 第三功能升级 功能升级什么意思 通过占领 注意啊 有人说老师 刚才那个油车变车不是功能升级吗 不是 我告诉你 功能升级者的是占领价值链更高 是吧 价值链更高附加值的环节 更高附加值的环节 而实现的这个升级 你比如举个例子吧 苹果 是吧 我们知道 苹果它的生产中 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它的主要功能是研发 是研发 研发设计 而我们这些果链企业呢 是吧 这些苹果产业链的配套商 果链企业呢 它们的主要功能是生产 你说显然嘛 这两个哪个在产业链的更高端 哪个的附加值更高 当然发现 果链企业赚小头 苹果公司赚大头 因为什么 因为人家是做研发的 推出新产品的 是吧 然后你是按照把产品生产出来的 就是我们讲的 功能在加持练当中的功能升级 也就是说 如果哪天果链企业 也从生产 变成了研发 那里就是叫做功能升级了 有哦 我们有些企业就在帮人家做配套过程当中 做着做着做着 是吧 自己就有经验了 然后就把他原来的这个什么呢 是吧 这些金主 干掉了 诶 苹果 就是那些果链企业的金主 对不对 金主 靠上他 你就有 前赚 对不对 这叫功能升级 所以你要注意啊 这个功能升级 指的是在加持练当中 从低附加值的下游 向高附加值的上游发展 诶 就是我们讲的功能升级 当然 也不排除 从低附加值的上游 向高附加值的下游发展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这对叫做功能升级 好 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四 加持练升级 这加持练升级什么意思 就是说 就通过技术比赖 资本比赖 就是说 通过进入那些较高的一些加持练 加持练 获取价值量中更高的地位 以提升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而实现的一种升级 而实现的一种升级 好了 你比如说 我们加持练升级 是吧 所以以前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做的是芯片的 是吧 你看 我们以前做的是 比如说芯片 芯片 我们以前只做芯片的设计 是吧 在加持练中处于一个比较单一的环节 后来我们发现了 说一个企业 一开始做芯片的设计 后来就什么呢 加持练升级了 它就像上下游发展 到了后来做芯片的生产 是吧 然后呢 这个芯片的这个很多环节 什么芯片的测试 芯片的什么封装 反正我看上市公司有很多这样的企业 什么芯片测试 芯片封装 具体我搞不懂啊 是吧 芯片的这个什么封装 等等 那你发现没有 那么这里面你就发现了 其实你说 从芯片能设计到芯片的生产 你不要小看了 我们国家 芯片设计能力很强的公司很多 但是芯片生产的很少啊 我们被卡脖子们 就是因为生产不出来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国内比较 你先进技术 就可以生产14纳米的 而人家像台积电都能生产3纳米的了 对不对 约是我们说了3纳米嘛 它的这个芯片精度就比什么 24纳米28纳米要高嘛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样一来你会发现呢 它就形成一个产业链 对不对 所以说 而这些都需要很高的技术比例 你要想进入这个领域不容易啊 对不对 也需要很多的资金 叫资本比例 好了 那我们通过进入这些基础比例 资本比例更高的价值链 获取价值链中更高的地位 那么这样来提升 我们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我们如果说 现在能从设计进入生产 这个这样链条的话 那我们国家的一些芯片企业的 盈利能力跟竞争力 就会大幅提升 美国想卡我们脖子 就卡不了 对不对 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在芯片这个环节 我们在产业链当中是比较弱势的 目前是属于相对较低水准的 那好了 这叫做价值链升级 是吧 叫价值链升级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 前面讲到五种模式 与企业升级 你发现呢 不同的价值链分工 他们在不同的升级方面 是有差别的 他们的升级的方式 是吧 前面讲到了 升级的这个类型 是吧 升级的类型 他们是有所不同的 为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考试当中 就要注意 这是比较容易考的 考试他通常会 先让你判断 价值链分工模式 是哪一种模式 再来问你 他的升级 哪些方面比较容易 哪些方面比较难 好 看一下呢 科程型价值链 科程型什么意思 总公司 分子公司 这种关系 没有外部供应商 因为外部供应商能力很差 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我只能自己 这个生产配件 自己用 于是我们发现 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的工艺升级 是吧 和产品升级会很快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按照总部的要求去做嘛 对不对 这个工艺升级 就是生产线来改进 产品升级 这个可能会很快 然后呢 功能升级跟价值链升级 这比较难 因为科程型价值链 它是比较 它是一个比较狭窄的价值链 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呢 很多企业参与的 说实话 一旦有很多企业能够参与的话 就是有很多本企业之外的 其他公司 换句 用我们会计划说 如果很多非关联方企业的参与的话 那么它就能够容易 它就容易标准化 是不是 所以说 它的这个功能升级 跟价值链升级比较难 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 这个小的 方位比较窄的价值链 好了 然后呢 复活型价值链呢 你会被复活的企业实现 工艺升级 是吧 产品升级 这个比较容易 就是其实我跟你讲 复活型价值链 跟科程价值链 有些相似之处 科程价值链 是要下面的分子公司 要受控于总公司 或者母公司 而 复活型价值链呢 被复活企业 它要受控于 我们想的领先企业 所以说都是受控 因此 它们就是功能升级 跟价值链升级比较难 因为被复活了 你很难进行功能升级 再说 我还不一定让你升级的 你想干嘛 你就老老实听我的 生产我要的产品 OK 行了 好了 因此它的这个功能升级 跟价值链升级 这很难 好 也就是说 科程性价值链 跟复活性价值链 它们的升级的难易程度 是一样的 第三呢 关联型价值链 那么关联型价值链 就是哪种 就是台积电跟美光那种 那里发现了 跟随企业 这不能说哪个是领先不领先 都很强 台积电美光都很强 说跟随企业 工艺升级 和产品升级都很快 但是呢 功能升级跟价值链升级 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各自的领域 都是基础含量很高的 不是你想进入就能进入的 比如华为作为芯片设计企业 它就想进入 这个我们讲的功能升级嘛 价值链升级吧 进入这个芯片制造嘛 但是因为基础含量已经进不去了 这就因为在你的功能升级 价值量升级就不容易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我按照你的要求 你按照我的要求 工艺升级产品升级 这都可以 但是功能升级跟价值量升级 那就不容易 好了 那么这个模块型是吧 模块型价值链呢 是吧 那么供应商早期工艺升级 产品升级比较慢 因为在标准化过程当中 你想要变成标准化 那么这个过程还是需要过程的 因此呢比较慢 然后能实现功能升级和价值链的升级 其实你发现没有 科程型 复活型 关联型 都是工艺产品升级比较快 功能价值量升级比较慢 对不对 那么这个模块型呢 好了 那就是早期工艺升级产品升级慢 它的这个功能升级跟价值量升级的比较快 这是模块型 最后市场型 那么市场型是标准化产品 所以说市场型供应商早期的这个工艺升级慢 为什么呢 因为一样的 你看到没有 市场型跟那个模块型 他们都是标准化的 你发现没有 但凡能够标准化的 是吧 但凡能够标准化的 它的这个早期工艺升级跟产品升级慢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为了标准化吗 是不是 你这个升级就很慢呢 因为你标准化了 好了 这个时候 它就能够实现功能升级和价值量升级 发现结果是 模块型跟市场型是一致的 就是标准化的 前面的这个课程型 符合型 关联型 它们是比较一致的 在哪些方面容易升级 哪些方面不容易升级方面 它们是一致的 好了 这是我们全球价值量中的 企业国际化经营 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如果只看教材是很难懂的 刚才在讲述当中 我们给大家取的这些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考试当中 这些试试验怎么考 好了 说 玻璃公司是一家 在铁区刀行业占据主导地位的 跨国公司 好了 意味着什么 在铁区刀行业占据主导地位 意味着它是一个领先企业 对不对 由于产品结构 简单且标准化 对不对 大家已经看到 这个简单标准化 一般就是两种 要么就是市场型 要么就是这个模块型 好了 该公司具备从分散在全球 并完全独立的企业 获得服务 获得服务于这些企业的能力 能够在市场上 以贸易方式实现 采购供应方式的教育 那么上述事实表明 TQ大行业 全球价值链分工 是哪一种 我们说了 产品标准化简单 对不对 能够从这是第一个判断点 分散 能够从分散在全球 并完全独立的企业 获得服务 获得服务于这些企业 能以贸易方式采购 你发现没有 这都属于我们前面讲的 市场型价值链的产生背景 或者说特点 所以说 我们这个题的标准答案就是 A 它不是复活型 也不是什么关联型 复活型跟关联型 是吧 它们都不是那种标准化的 而且它不是说 通过贸易方式 就能解决的 是吧 好了 因此 争取选项 A 我们说了 首先它是领先企业了 然后呢 产品简单标准化 是吧 说明这是它产生的背景 能够以贸易方式实现 它是在市场特点 因此 争取选项 A 好 再来看一下 说 邦比公司是一家 全球已经领先企业 产品规格和产品结构 复杂程度高 为了减少内部化分工模式 难以避免的交易复杂化 这适合邦比公司 全球价值量 分工模式的是什么 好了 你看了没有 产品规格 复杂程度高 减少内部化分工模式 难以避免的交易复杂程度 前方不讲过吗 苹果就是这样的 它的产品比较领先 然后呢 规格 产品 规格 产品结构复杂 如果说 这些每一个部件 都由其自己来做 就是内部化分工来实现的话 这个难度很大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内部化分工模式 难以避免的交易复杂程度 它干脆让什么 干脆让其他企业帮我做一个配件 这些企业就被我们所复活 所以说分工模式就是 复活型价值链 复活型价值链 你看这句话 属于我们复活型价值链产生的背景 前面做过解释 对不对 再看 这是一个多选题 说华达公司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新型电子产品生产商 产品的生产规格不容易编码 然后呢 产品结构非常的复杂 又缺乏具有较长竞争力的供应商 然后呢 说发展中国家的风华公司 是华达公司的一家供应商 现在请问风华公司企业的升级 就是发展中国家风华公司 在这个价值链中 它的升级表述正确的有 好吧 大家看一下 我们首先你要判断的是 这个华达公司所在的电子 它的这个电子产品的生产 它的价值链是属于哪一种价值链形式呢 注意 产品的生产规格不容易编码 非常复杂 结构非常复杂 又缺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供应商 好了 我们说 这段话就告诉我们 它属于什么 它属于科程型价值链 对不对 科程型价值链模型 那么注意科程型价值链呢 它就属于什么 属于工艺升级 是吧 比较快 是吧 产品升级 是吧 比较快 然后呢 功能升级 比较慢 价值链升级 很难 那么因此我们发现了 工艺升级快 因此A不对 然后呢 产品升级快 这个正确 然后呢 功能升级容易 不对 功能升级难 价值链升级难 这个正确 所以说 表述正确的是 D和D 首先 是不是判断它属于哪一种价值链类型 然后再根据价值链类型来看 是吧 你看 科乘性价值链前面说了吗 工艺升级 产品升级快 功能升级 价值能升级慢 当然就是BD咯 好了 就是前面这些知识点 在考试当中 它往往是这样来结合的 是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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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